是我們的決心地球協會 所以接下來就邀請的是 我們決心地球協會的會長 工靈會 工會長 來跟我們說幾句話 歡迎工會長 謝謝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們 還有我們臺鐵的劉總經理 以及劉經理 今年真的非常非常高興 決心地球協會跟臺鐵合辦 這個五月七號八號五清節兩天的 觀音環台幸福列車的活動 就像剛剛總經理提到 這個活動有三大亮點 第一個就是我們在全台灣 這樣子環島的兩天的過程當中 有在七大站 每一站都有非常隆重的祈福的典禮 包括在大甲鎮南宮的 觀音媽祖鄉建歡 在永康的祈福 大家都知道因為今年的地震 然後到高雄會點燈 那我們最後回到南港站的時候 還會展出洪老師要畫的 一萬平方米的大佛的部分畫作 會在南港站展出 這是第一亮點 第二亮點 我們除了這樣以外 在火車上 還會有列車的教學活動 這列車的教學活動 包括養生的課程 然後包括香氛 還有品茶還有睡夢 還有快樂燈的課程 再來就是我們最大最大的亮點 也就是幸福Q便當 這個便當從今天開始開買 我們最主要是在火車當中 過程當中 我們隨行的三百個旅客 也都會吃到這個非常幸福的幸福Q便當 什麼是幸福Q便當 當初為什麼設計這個幸福Q便當呢 就是希望說藉由我們台鐵的便當 讓我們把什麼是養生 什麼是幸福重新做定義 我想台鐵的便當是大家都知道是最好的 最風平 大家都是最喜歡吃的便當 那由台鐵的Q便當 由台鐵出來為幸福做定義 為養生做定義 我覺得這是最恰當不過的 所以什麼是養生 我們一般人 大家現在都知道不是高檔食材是養生 我們知道可能是當令的食材是養生 但是龔永涵老師提出來 什麼是養生 養生就是這個食物吃下去以後 到我們的身體裡面 對我們的身體是最好的 我們的身體的吸收非常好 消化非常好 但是吸收非常好 並不是表示我們會變怕 龔永涵老師是我們 《覺醒地球協會》的相分 以及《覺醒飲食養生》的顧問 那他在設計這款便當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和台鐵的餐飲 同人們共同規劃設計 但是由龔永涵老師 負責《覺醒飲食》方面的指導 那龔永涵老師同時也是 我們世界上許多的地方 很多地方的飲食養生的顧問 包括在布丹印度 以及在大陸的雲剛石窟研究院 也是他們的《覺醒飲食》總顧問 那在我們在雲剛的一些活動當中 他所規劃出來的飲食 大家都很驚訝 為什麼 這些東西都看起來都很平常的食材 但是吃下去非常好吃 而且一口接一口食量大增 食量大增的結果沒有變胖 反而減肥 身材大家都變得 回來以後身材都變得很好 都減了一兩公斤 幾天的時間在當中 所以好的食材真正的養生 不只是讓我們吃起來可口 而且讓我們的身體能夠吸收 更重要的不會因為吃了這樣子而放胖 另外這個便當我們怎麼樣說 他是養生 龔永涵老師在對我們台鐵同仁 我們在做溝通指導的過程當中 也教大家洪啟松老師所創發的放鬆產法 大家想想看 我們一個廚師如果在做菜的時候很緊張 然後心情很不好 做出來的菜絕對不會好吃 我們的台鐵餐飲團隊做出來的菜本來就非常好吃 因為我們的餐飲團隊的同仁 心心念念都是希望做好便當給大家吃 但是加上洪啟松老師的放鬆產法 讓大家在做菜的時候 整個身心是放鬆的 整個身心是快樂的 很奇怪這個菜做起來就不一樣 這個菜大家吃起來就更容易消化吸收 再來什麼是幸福 我們大家其實很多人都在講 幸福幸福我們要幸福 但是什麼才叫做幸福呢 幸福我們想想看台鐵的精神是什麼 台鐵就像媽媽一樣 每天很高高興興的送孩子出去 那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回來 台鐵就是這樣子的心情 像媽媽一樣的照顧我們 每天把我們送出去接回來 所以郭榮老師就提到 配合母親節 配合台鐵這樣子的母親的心 我們在做菜的時候就像媽媽一樣 我們吃到誰做的菜最好吃 吃到誰做的菜最幸福 當然是媽媽做的菜 所以郭榮涵老師為了這樣子的心情 跟我們的台鐵餐飲同仁 做這樣子的溝通以後 我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聽到我們的同仁 在為了要做這個菜 回去問媽媽 媽媽你做菜給我們吃的時候 是怎麼做的 請媽媽做一道菜給他 請媽媽給他們指導 我們餐飲團隊都是很優秀 而且在業界都是很棒的廚師 但是因為這個觀念 因為要做出真正的幸福 回家去問媽媽 什麼是幸福 什麼是媽媽做的菜 所以我相信各位 我們大家吃到這個便當的時候 一定會非常非常的感動 幸福滿滿 然後身心的養生滿滿 我們很謝謝台鐵 也很謝謝郭榮涵老師 我們為大家 為全台灣的人 設計出一個這麼好的 幸福養生的全便當 謝謝大家